我在這個學校是民國85年來服務的 到現在也接近30年的時間了 主要課程就除了房地產方面 其實還上了非常多所謂的貨幣金融 還有管理方面的課程 我們在教導這件事情的時候 當然最基本的事情會告訴大家 為什麼在台灣房地產價格會出現這樣波動 如果說你對投資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這個交易過程一些重要的知識點交給各位 但是我會更強調一件事情就是 它在社會上的意義是什麼 那時候我的選擇就是 我與其交很多的房貸去守移住舊公寓 OK 那我不如呢 我可以拿這些錢去租一個很漂亮的 然後我可以租這樣一個房子 那我為什麼不去租它呢 對 我們跟家人的相處的時間 還有甚至說我們可以去認識這個世界的時間 都是有限的 其實這種大都市住宅社區中 其實很多閒置的小空間 它就可以拿來分享大家一起種個菜 你可能每個人分個兩公尺乘三公尺 每個季都可以種不同的蔬果了 然後再來就是每次來種菜的時候 你跟鄰居們的感情又非常好 對 我其實有去看調查 在日本有70%以上的民眾 是希望在家臨終 而不是要在醫院 對 那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奢求 就是你可以在自己最安心的地方 而不是充滿陌生人或者是醫生 很冷漠的設備那些 而是能夠在家裡 這其實是需要一些空間規劃 因為它的動線都是無障礙 然後阿嬤的床也夠大 那個空間也夠大 它左右都設備好那個插座了 所以一些比較緊急的設備的電器 其實就可以在那邊運用到 對 就是要留緊急預備金 因為你不是只有投機款繳了就沒事了喔 你的房貸是要背幾十年的 萬一你中間都沒有留任何的緊急預備金 你真的萬一出了什麼事 你可能房子也得拍掉啊 萬一被裁員 對 所以其實你也留不住那間房子 所以我當時就想說我存量費 那這樣子第一個滿足我自己心裡的安全感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也很重要 就是投資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投資你留 比如說你再認真一點存到四百好了 你兩百拿去買房 兩百你投在市場裡面 一年給你六趴 兩百萬你一年就拿十二萬 左右的殖利率的現金股息回來 那你一個月就多 這個兩百萬就等於 等於是你的啞巴兒子嘛 他每個月就幫你cover一萬塊的房貸 我覺得這樣子你的財務的安定性會更高